HELLO 大家好 那这边跟大家解说一下 木桶应该怎么保养 常常客人都跟我说 那个老板那个木桶要怎么保养它 没有保养这么麻烦 其实很简单就是观念 是讲保养不如讲清洁 木桶就是两大原则 记得 第一点不要过度干燥 第二点不要过度潮湿 过度潮湿会造成发霉 长班 过度干燥会造成漏水 那我先讲什么叫过度干燥 木桶这个东西 泡澡的也好 泡角的也好 这个蒸汽这个蒸角的 三个东西都是一样的方式 一个木桶它是完全不会漏水 或者是产生什么问题的 过干的因素就是说 这个木桶你买回去用 你现在泡完之后 你用三天为标准 三天之内你有泡过一次 这个木桶 基本上它就会很稳定 而且不会有什么漏水的问题 那怎样之后太久不用 其实有时候你放个三天 你不小心你忘记用它了 或是甚至是五天一个礼拜 它会开始有一些 小细纹 小细缝产生 你看到小细缝的时候 你赶快来使用它 之后它碰到水之后 木材就会涨回去 就会再密合起来 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看到小细缝 你要继续布理它 你要放得更久 缝可能会变得更大 可能就会漏水 这样就需要我们来帮你们做处理 所以记得 第一点过干的问题 三天之内至少泡一次 当然每天泡没关系 你要一天泡船自己也没问题 如果你要三天以上不用它 出国 出远门 回老家 袋子 我付给你的袋子 但是不是说套起来 你就可以放三个月一个月 甚至更久 套起来大概就是 你可以撑一个多礼拜到两个礼拜 但是买的就是要用 就是要享受嘛 我再次强调 泡脚泡澡是不分季节的 冬天夏天都要用 你会这么久不用 可能就是只有你出远门而已 所以大家记得 买的就是常用它 那第二点 过度潮湿的问题 像这个绿坛也不用再说了 它就是不怕水 你在什么吃它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 你选供的是 可能脏木啦 乡村木啦 或者是檜木 要帮我注意一下 这个木桶啊 泡脚的也好 泡脚的也好 你不使用它的时候 泡脚的你不要把它丢在淋浴间 因为淋浴间 你会站在旁边洗澡 你会喷到肥皂 喷到洗髮 喷到泡沫 有时候家里又不只一个人 每个人洗澡 每个人都在喷它 然后喷完之后又不洗它 他们就是残留一堆泡沫 当然就有可能 藏入纳垢啊 当然就有可能造成一些 蛮滋类的 所以说你记得 泡脚泡完这个木桶 不使用它的时候 你可以放在浴室 但是你记得放在干的那个地方 放在不会积水 不会喷水的地方 这样子就OK了 泡澡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它这么大 你不可能一来一去 你可能会喷到它 那你就是记得 跟家里的人交代 每个人洗澡完洗完的时候 你要出去的那一刻 寻一下有没有沾到泡沫 有的话就把它冲掉 这样子就OK了 那不论你是泡脚的 或泡澡的 或真理脚的 你要记得 如果你当下使用的时候 你有搭配精油 搭配海盐 搭配粗盐 水倒完之后 稍微冲洗一下 一边冲 一边刷 用什么刷 拆刮布 像洗碗一样 这样冲刷一刷 花你不用两分钟时间 那不论你有没有 搭配东西去泡澡或泡澡 记得一件事情 一个月到了 木桶只给它 做一次大刷洗 五分钟的时间 那也是一样 拆拐库跟清水 记得不要使用清洁剂 清洁剂会破坏木桶的味道 可能会 木桶变得比较不香 所以要记得 长刷洗 然后不要让它 常喷到水 常吸水 这样这个木桶 就可以使用得很干净 很漂亮 很长久了 压力的木桶 就是要给您 最好的